你看,这位网友是60.161.92 他是这么说 我是一名农村教师 国家全免医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这是汇集子孙后代的大好事 但和城市相比 目前农村教育还很落后 根本原因是教育经费投入太少 农村教师待遇低,留不住人 农村教师的待遇问题何时如何解决 你提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教育经费保障问题 我们实行两免一补以后 教育经费完全由政府来保障 我们最近又提高了 就是在校学生的经费标准 城市和农村分别提高到300块500块钱 你提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教室工资问题 我讲的其实主要是农村教室 当然我们贯彻义务教育法 包括整个中小学教师 九年义务中小学教师 我们准备实行绩效工资制度 政府投入120亿来解决1200万教师的工资 当然中央政府120亿 当然各级政府也要加大投入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教师的工资 不低于或者相当于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我们在努力这样做 我们一定要做到 这位网友 我们再来找一个 我刚才看到一下子过去吧 还是关于教育这方面的 这位网友人生过客 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来自武汉的一位网友 他是说 进门费 择效费等现象非常的普遍 特别是在大中城市 这个问题更突出 政府也出台了不少的措施 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困扰了家长 怎么能彻底解决 网友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 前两天我就在一份材料上 批示要立即解决乱收费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要分析 它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学校经费保障 一是防止乱收费的各项制度贯彻不坚持 我们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坚持 真正做到农村孩子 免教学杂费 免教科 马 马 你是非常求人感 对 ima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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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非常感情 有更加碍 人看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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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荤